目前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之下 各行各业都在探索着降低碳排放 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今年的进博会特别设立了 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 众多海外参展商展示了先进的 低碳环保技术以及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同时在这一领域与中国展开深度合作 从提出双碳目标到推出碳达峰行动方案 中国推动绿色转型的步伐正在不断提速 而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机遇 也吸引了全球企业的关注 在今年进博会上 很多连年参展的海外企业 带来了多项减少碳排放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希望通过进博会寻找更多商机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碳足迹可信 精算以追溯系统用你的手机 如果说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 这个产品的碳足迹 你正在每一个环节排出了多少的二氧化碳 而且我们用了这个区块的技术 让每个数据是不可以更改 不可以创改 所以说叫做可信精算 而且可以追溯 此外制药行业由于品种多更新快 原斧材料用量大 三费排放量大 成分复杂 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问题也受到关注 在进博会上 很多医药行业的跨国公司也表示 抓住目前中国市场的机遇 在实现减少碳排放方面下足功夫 在天津已经有一个生产基地 也在致力于继续发展低碳环保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模式 我们大量地使用了太阳能 还有热回收的技术 以及像这种海绵城市的 这种雨水回收的一些设施 但也有参展商看到了 在向低碳环保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通过本届进博会可以预见 双碳机遇将吸引更多国际企业 通过进博会参与中国的绿色发展 在引入新技术新产品 为中国的低碳转型带来助力的同时 中国不断扩大的绿色消费市场 也将带动海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 感谢观看